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选可能会出现各种宗教和种族课题形成的一种大选的乱象 加上我们的经济放缓 物价高涨 人民生活压力很大 超约都说来届大选很难打 人民思辨心切 把希望都寄托在希望联盟上 然而他们有能力打进步城实现改朝换代吗 以我们目前的政局做评估 大选后的我们又该何去何冲呢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百科大家讲 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俊杰 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节目之前 为大家带来一个消息 行动党前秘书长郭金福先生 因癌症而在今日下午傍晚六十四 享年六十一岁 百科大家讲节目制作组 对郭金福先生的去世表现无限的哀悼 并希望家属们节哀 好 节目现场就邀请来了三位嘉宾 在我的左边有这位马华前沙灯国会议员 拿督叶炳汉 是 欢迎拿督 好 那么我们也有这个 来自行动党太平国会议员 林克敏 大家好 是 欢迎你 好 那么在我们线上呢 也有我们的时评人 胡一山博士 胡博士您好 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是 好 这样子 这个 外比我想问你的事 我们自己这个国会就明天要结束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国会 我们看到的是 无论是国会里面 或者是这个首相在外面的举动 感觉上他都是为了 正在很积极的为了来届大选铺路 而且呢 全力的在拉拢马来选票 您看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啊 您觉得大选会落在什么时候呢 OK 首先呢 持平而论 我觉得大选的这个志祺方面的猜测啊 首相呢 纳吉事实上已经错过了他原本最好的这个机会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最好举行对国阵来说 最好举行大选的机会就是当时沙州选举过后 两场补选过后 那时候是应该是对于国阵来说 最好的这个黄金机会 可是如果以现在近期的种种迹象显示 所有的这个指标 我觉得都不是对拉拯有利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 又再传出了这个1MDB 没有办法履行这个法律上这个合同 而要求延期产还这个26亿 而国家银行被逼又要向外借钱 发出新的债券 这个对马来西亚的国际信用 和这个国家的信品等级 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第二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野党呢已经成功的整合 那么希望联盟经过了这个多轮的讨论 过后新的领导层诞生 那么大家也新这个团结起来 要成立一个新的这个政线 提出共同的党会和标志 同时呢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 来接大选的竞选宣言 那么这些呢对在野党 都是属于很强的这个信心指标 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发展 对于推动我国的两限制 而这些一个未来的这个整个 政治版图的重整 都有这个非同反响的影响 那么对于现在 如果说他目前他很他就算要选举 他必须要先安内向外 那么首先整个经济行情 大家都知道现在市场低迷 百物涨价 刚才俊杰本身都已经提出了 而且这个消费税 还曾对于整个民间的消费力量 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这个压力 对 尤其是对中下层的 我们我现在民间这个 跑基层 都可以非常深切的感受到 这个生活压力 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这个水平 而我们的马币也没有回稳 到目前呢 还是尤其是最近对欧元英镑和新币 都还在接接的败退 虽然说在对于美元方面起稳 大概那个是因为美国本身 美元在跌 所以这整个情况 无论是从这个客观环境的评估 整个政治氛围来看 我觉得说Najib已经错过了 他应该举行全国大选的最好时机 那么情况未来怎么发展呢 我觉得他现在目前传的最深的是11月 为什么11月 那主要呢 就是因为首相10月27号 将会提升财政预算案 那么以传统的这个一般上的政治动作 财政预算案都是执政党分派糖果的这个黄金季节 那么分完糖以后就是选举 但是这一次呢 会不会这样子做 我觉得说这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整个选区划分 那么我们看到国阵做了这么多大动作 搬动了这么多选民 制造了这么多幽灵 那么肯定的 他是希望这个新选区划分 能够早智通过 那么所幸天佑大马 雪州政府成功向高庭申请的这个听令 那么高庭要求 这一个发出禁令 禁止选举委员会 原本根据我们的消息 就是选举委员会呢 打算在明天就要提成这个选区的划分报告 原本在明天就要通过 那么由于卡在法庭的这个禁令方面 所以这一暂时就不会通过 那么需要延后到十月的这个国会 那么十月那方面 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言之渐渐 主要是因为 这一个学校啊 很多都收到了 选举委员会的指示啊 什么学校都当成这个培训中心 老师也被叫去 选举委员会也正在进行彩排等等 那么我如果有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选举必须要改革 话说回来 我们这种猜测大选 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和整个政局的影响 事实上都是很负面的 我们应该要像美国和台湾的制度 定下那个大选的日期 国会一解散 五年后大选的日期就应该定下来 就要像美国总统大选 今年选过 四年后的十一月二号 或者是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间 就要投票 对 我觉得这种对朝野的公平 对整个国家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这个呢 我觉得是将来如果新政府上台 都必须要着重的其中一个制度改革 没错的确是 那么关于那个大选的日期 我们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 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想要在十月十一月 就是在举行的这个 这个人大会议之后呢 会来访问马来西亚 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说 我们的首相应该不会在那个时候 贸贸然的宣布解散国会 然后举行大选 以免等一下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就无法以首相的身份来见这个习近平 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了 但是现在呢就要看这个习近平 中国方面呢 确定什么时候习近平要来访问 不过到今天好像都访问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对没错到今天都还没有 好那在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来跟威比您谈多一些 关于我们的选举方式啊制度等等的 我想问德特您 综合你过去的这些经验啊 每次当有大选要来的时候啊 每个人都在谈 每个人都说啊什么时候要大选啊 什么都很紧张 您觉得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他在决定要解散国会集团大选的时候 他会考虑哪一些重要的因素 或者是有哪一些氛围啊条件啊 觉得哎很好了 现在我们才来大选 这马来西亚已经经过了13次要大选 是 这就不是一个很就是说 不是很新鲜的事 不是新鲜的事 不是老生堂堂 每一次大选的时候 都有它一定性的因素而进行 那么当然这是自动党的一个权利 而且是首相啊 一些根据宣法必须认为适当的时候 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呢 那就是看自动的本身的一些意愿来进行 当然在 虽然你有什么意愿啊 必须要向援手提承 然后援手同意了以后就宣布 然后交由选举委员进行这个有关的选举的程序 无论如何 这些国家是因为我们经过 英国统治以后 我们根据英国的方式 要民主方式进行这项的选举工作 当然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过程 嗯 假如那国家需要某种情况 好像刚才YP所讲的 提出好像英国 美国以及台湾 但一定要输入马来西亚 一定跟着这样的情况 那不一定 因为我们国情 跟我们世界的环境有不同 那么当然 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中 要自政党要怎么样去进行 当然它有它自己的平衡 在一个策略 一个看法的进行 那么当然 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序里面呢 你说 任何一场选举里面 我们经过13次了以后 我们每次 我本身参加9次的竞选 那么我每次竞选都听到 有不同的声音 哇 选举不公平 选举肮脏 选举有发生什么 好像特别是在 2013年的时候 突然 反对党一致的强调 哇 这国家外劳就做了投票 或者邮临的问题才产生 要抓鬼的现象 制造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政治的一些行动 当然他们有这样权利 有这样做 问题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的确 作为国政的成员里面 并没有做到 这个很好的来去反击 就造成了这种 那种 那种 印象 使人民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是一个实施 但最终 这个不是一个实施 最后大选过后 我们看到共争党 看到行动党 公开向一些选民道歉 这个报纸的 根据报纸报道 那么证明就是 在进行过程中 所选的问题 所讲的问题 不一定是正确的 不能的话 它不会进行 那么我想 这次大选 这什么时候 YB当然他有的一些看法 不可以说不对 当然有时事评论也有不同的推册 大选的日期 但是我个人看法 大选一定会在明年 不会在新年吗 不会 我自己的预测 农历新年后吗 应该是农历新年过后 他都有第六感 不一定不是这样讲 因为这样分析 好像你YB提出 您说一下 为什么是明年 农历新年过后的事情 我想他就是整个 政治气候 政治的策略 进行部署的工作 不是说因为 你现在那个时候 国家都有些问题了 那个时候 国家都有一些前进的 或者是作者的问题 同样的 任何一个政府里面 不是四前四美 那个政党也不是四前四美 一定有它因素的存在来进行的 好像法队长刚提出的 哇 你说郭振有问题的确 同样的 在法队长阵营里面 我看不到 可是如果说 如果说要拖到明年 农历新年过后 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有句话说夜长梦多 不一定 他可能没有办法 不一定 预测半年后的局面 可能会更坏 不一定可能更好 可能更好 当然我们希望更好 不一定 我们从反对党 目前看来 好像刚才YB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最好的机会 那是可能 YB的个人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确实不一定 那时候等于 沙拉维金检过后 就趁盛 所谓趁盛聚集的话 不一定 因为 半岛跟沙拉维的情况不同 所以现在好像我们看 当然 反对党一定说要夺取政权嘛 其实政治在运动里面嘛 说哇 我们现在有组织的反对党阵线 但是 在很多人的心目看到 哎哟 这个政党好像 国法鬼胎嘛 没有一个政治的纲领嘛 造成政权民权 说你要制造一个 两限制的存在 这是一个民主程序一定的 但是你要有一个 两限制成立的时候 必须要有 作为一个反对党一定有影子的那一个神 那对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不那么产生 就是因为 内部的一些 没有办法卸调 同时的真刚跟理念 各方面的因素 但是为了这个政权 共同的一些利益而组成起来 而不是一个政策上的相同 好 关于这一点民心思辨 可是不懂要怎么辨呢 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课题会请两位来谈 我们先想问一下这个胡博士 这个胡博士 现在人在沙巴好远 是 那么胡博士是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说前阵子 我们首相那几 他就有好多这种拉拢马来选民的动作 比方说在这个Felda那边派钱 取消债务 然后承认这个印裔穆斯林的土著地位等等 这一些都在拉拢讨好马来选民的这些行为 我想 这样子的一些举动 胡博士您认为他是不是放弃了华人选民了呢 因为那个机器有一点声音 没问题我听到 所以 我讲话的时候有回响比较大 哈哈哈就证明很多人听你讲话 因为有回响啊 哈哈哈 我我我我讲话的时候把这个拉开 好 我想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吧 呃就说无可否认的马来人是我国最大的这个选民的这个群体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觉到呢 呃在比如说乡区的一些地方呢可能的确有比较贫穷的 尤其是这些马来人 所以你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好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那么他哪里用最大的资源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了 这个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政治运作里面呢 非常现实的一点呢 所以这一点我也没有 就是说他肯定是要这样做 谁当政谁都会这样做 这是无可无可否认的 呃至于另外一点刚才也提到说是应该 比如说每五年定日期选呢 还是说好像以前的 我不知道现在也是这样继续的不停的在猜测 其实会选举呢 呃关于这一点呢 我是比较赞同YB的这个说法 呃就是呃是应该有这个 每五年一次的这种选举 即便是我们的所谓殖民宗祖国啊 英国啊呃也是这样的做法 就是在几年前通过新的法令嘛 每五年定期的选举 好像这一次Teresa May 她的提前选举呢 那么是要得到国会里的 呃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个同意 这样的一个折衷的方法呢 的确可能对着国家的政治运作 会比较呃好一点 那如果你说几时呃选举呢 我肯定不知道那几时会想 不过我认为是明年几乎这个时候啊 因为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的国会的呃任期 好像也是到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六月二十四号 就追到最后了 追到最后几个原因了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说 其实也是跟你刚才第一 一个人问我的那个问题 呃很有关联 就是你在乡区 你是要派各种的资源 各种的好处了 是 政党联邦的资政党呢 他所拥有的资源 肯定是比反对党 或者是这些一个别的州的这些 希望联盟的这些资政党呢 那个那个层次是很不同的 他很多资源也很少资源 时间拖得越长 他肯定能够占有事的 这是一点 然后第二 应该就是说起码从国阵那边 他们所所看到的希望联盟呢 可能他们认为说就是说时间拖得越久 希望联盟里几位老大们 比如说敦马迪医生啊等等 他们这些都是很有ego的人哦 可能大家会慢慢各走各路哦 起码从国阵来看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啦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他们把时间拖长一点 然后看反对党如何的分裂 这个可能也是他们脑海里的一种想法 最后一种想法呢 当然我是来自沙巴啦 就是说你经过比如说明年农历新年啊 各种各族的新年 然后最后我们丰收节之后才来一个大选呢 可能从执政党角度来看 让大家比较happy啊啊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有意望啊投他们啊 所以综合这几个意见呢 我觉得可能是明年大概这个时候了 对 是三位嘉宾都对这个大选日期有不同的看法了啊 好不管大选在什么时候啊 呃我们每次大选呢 都知道说要选出一个新的执政领袖啊 执政政府和领袖啊 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可以这样子说明星思变啊 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国阵的领袖就一直以外国的例子 比方说阿拉伯的这个茉莉华之春啊等等就说啊 那你不要变你变了之后可能就会像埃及啊 像这些国家这么样的混乱 但是我们虽然明星思变我们可以取代国阵的西蒙啊 呃 荣 呃请原谅我说这一句话 看起来并还没有成一个气候啊 还没有端出一个完整的这个领导层 甚至连首相的人选都各有各化啊 各每个人都想要当这个 如果说西蒙当执政了入主了不成都想要来当首相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啊 我们选民要怎么变呢 您可以对我们的观众们怎么给一个信心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呃我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历史来看 我个人的浅见就是历史不走回头路 呃308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变天是不可能 尤其在宾州当时行动党只有一个议席 如果你说可以换政府 林冠英可以当首席部长 很多人会笑你是知人说梦话 但是我觉得当人民的力量聚合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形成一股政治海啸 尤其是当民心思变的时候 所以308的时候 呃五州变天 霹雳州 吉兰丹 吉打 这个雪州 呃这个 还有这个冰城 哦这个五州变天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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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的修改宪法 到了505过后 505过后 当时候的口号就是505 换政府 换不成更辛苦 那么505的时候呢 国政除了继续失去在国会的三分之二 他也在历史上 经过十三届大选 历史上第一次 失去了他的多数票 就是他的这一个 Popular Woods 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是失去了他的2 third majority 第二次失去了Popular Woods 那么呢 他当时呢 国政在全国只获得47%选民支持 在野党政线是获得51%的 这个选民的支持 换句话说 现在的国政政府 是一个没有多数民意的政府 他靠的是不公平的选举 花分才能够保住这个政权 那么所谓无三不成理 那么我们看历史 滋古而渐进 历史不走回头路 308他是去国会三分二 505他失去了多数票 下来这一届选举 我认为会改朝换代 告别腐败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如果三个月前你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大家都刚才你所说的 主持人所讲的 就是说大家给不到一个信心 可是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整个政治氛围的发展方面 希望联盟逐渐的凝合在一起 尤其是在上个月 希望联盟的正式领导层出炉 正式领导层出炉 那么已经有了这个全盘的这个领导架构 那么第二希望联盟已经 那么也同时向各位观众打广告一下 希望联盟已经定了 在两个月时间内 将提出这个共同纲领和大选宣言 所以我们都在锦罗密鼓 每个星期都在开会 打算在两个月内就推出这个大选宣言 那么大选宣言我让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所以你说没有共同纲领 我觉得那是有点不正确 那么你说影子内阁方面 那么同样的 我们如果问回现在国阵做反对党的州属 雪州的国阵有影子内阁吗 没有啊 槟城的国阵有没有影子内阁 也没有啊 但是我们这边呢 基本上我们已经有了共同首相的人选 马哈蒂已经宣布他同意 同意当这个希望联盟执政的时候 让安华当首相 所以你说我们没有首相的人选 我觉得这一点有欠公平 因为连马哈蒂都可以认同 那么你说会不会像刚才胡博士说 各走各路 我觉得政治上呢 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必须以大局为重 那么我们看到目前 在整个政治环境方面 我们国家面对的危机 甚至是挑战重重 但我再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明不了身 所以改变是唯一的出路 也是唯一的深入 如果你问我 没有我们大家都没有后路 再不改变只有去荷兰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共同的观点 都有这个恐感 那么你说会不会改变呢 刚才我同意胡博士说 的确中央政府拥有比较丰沛的资源 那么整个政治版图我觉得现在正在进行 这是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我这样说 第一我们看回独立的这个民调 独立的民调就是Medica Center 在今年六月做了一个民调 首相纳吉受欢迎的程度 跌到历史性低 只有19% 他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开国以来 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没有任何一个首相的民调 有低过纳吉的 只有19%的人支持他 很低 有就是说有超过80%的人是不喜欢他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Medica Center民调所说的 那么第二 最新的一份民调就是由这个非政府组织 引沃经过访问了十万人 我觉得访问十万人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给我们一个很振奋的消息就是 希望联盟的马来支持率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国阵 马来人支持希望联盟的有36% 支持国阵的有35% 剩下的支持回教党有15% 这个是连我们都感到非常意外的 这个呢 而且这个是在希望联盟整合之前所做的民调 我相信9月的民调出来 这个支持率还会继续攀升 过去我觉得 如果大家说马来人不想改变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 我在基层跑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很多马来同胞事实上是要改变 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 他们担心如果改变 没有人可以维护到他们的利益 OK 但是这一次整个情况 政治情况 政治版图和格局已经改写 过去马哈迪跟丹斯里姆亦丁 都是属于巫统国阵的主干人马 马哈迪甚至于是灵魂人物 这个大家都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马哈迪跟这个姆亦丁揭干而起 跟安华结合在一起 这个在整个马来社会已经引起了 史无前例 前所未有的轰动 我跟马哈迪跑了很多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变天 有两个很重大的板块必须要注意 一个就是Felda的耿殖民 因为它影响54个国会 另外一个就是那160万的公务员 如果这两个方面有出现了这个 5到10%的改变 改叉换代绝对是万众期待 而且是很有可能 那么这会不会改变呢 我只是想说举两个例子 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前几天有几个公务员来找我 那么问我可以帮忙吗 我问他要帮什么忙 他问我你可以帮我调去 transfer去雪昂而州吗 我说为什么要去雪昂而州 他说我在比利州工作 开公务员只拿到500块 雪州西方联盟执政花红三个月 我为什么要帮国政效率 我一样的担任公务员 你看公务员失变 过去我去找他们 他们是远远的散开 现在是他主动来找 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第二个耿之明方面 我曾经跟马迪去过Tasek Vera 就是巫统最强的选区 可以说是当时如果我们说反对党的旗帜 你八点挂旗 九点都不见了 这一次我简直不敢相信 来的人成千上万 老马可以进灰君之路 而且讲到最后的时候 陈志明上台来跟我握手 他跟我讲什么 他说YB Dulu kami lawan sekarang kita kawan kita sama sama lawan amno 这个我是根本很意外 说明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们要继续努力 YB 我有一个观众 他有一个问题 是专门要给你回答的 请问YB宁可敏 西蒙的竞选政纲 可不可以清楚一点 例如在你执政的一届里面 你要新建多少间华销 非伊斯兰的拨款有多少 印刷法令会不会被废除 媒体会不会开放 我顺便问 有没有打算 什么时候要承认同考文凭 OK 很好很好 我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朋友的 这个 对 这位观众的 这个观众的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那么你觉得说 西蒙制政会怎么样 大家看看槟城和雪狼儿 这就是有版可以看的 那么承认同考 我们西蒙的这个青年团 已经举开举行记者会宣布 一制政马上承认 这个是我们的共同政纲 那么你说其他的政纲 新建多少间华销等等 我觉得当我们公布的时候都会 我们就以这个 槟城就好了 因为毕竟我们 从口说百话不行 必须要证明 槟城308变天以后 我们看华销跟独宗 在槟城的待遇 可以说是有天焉之别 独宗 华销都获得制度化的拨款 这很好 这几年里面 单单独宗 八年里面 每一间独宗 一年拿五十万 这八年里面 槟城的独宗已经拿了一千七百万 独宗而已 华销再加进去 总共 这个教育 我们大多都很清楚 教育其实是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利 州政府是没有什么权利的 权限是属于中央 但是州政府还是尽了这个义务去帮忙 这几年里面 冰城华销独宗获得拨款 超过六千万 都是制度化每一年 时间到 钱就到 过去五年吗 过去八年 308 308到今天 所以拨款 那么你说 建华销方面 现在州政府是要建 但是因为建效必须要有准政 这是中央政府的权利 我们批了地 但是准政没有来 所以暂时不能建 只建东风 所以我们才说只建东风 要大家改朝换代 好 可以的 这YB所说的东西 刚才所说的一番话 的确是让人充满了希望 所以说西蒙真的是我们的希望 谢谢 我们要继续努力 其实这番话我不应该说的 Dato我想问你的是 在这样子的明星思辨的大环境下 我们也做了一些统计 发现到说 其实马化在过去两届大选的得票率 一直在下降 那么到底马化出了什么问题 您是这个算是马化元老级的人物 您觉得马化虽然过去可能有问题 而导致它的选票支持率下降 那么现在的领导层看起来也做了好多东西 再把这个选民的信心给拉回来 您觉得选民对马化的信心恢复了吗 从这个选举的过程中里面 在13届里面的确 马化面对了三届 遭受的那些作则 因为作则 对政治运动来说的确是要面对的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因为这是选票嘛 是 这选票是靠选民里面手中的来决定 无论如何 一定要从这个选民的看法 一定要做出一些很详细的去分析 理由在哪里 而做出一些改革 这是必然的 无论如何 要怎么样去进行的话 当然作为马化的领导人 已经一系列的进行座 在这些决定座里面有没有效 有没有成为选民一个不同的看法 那么就要等大选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析 无论如何 刚才我们也听到 YB讲的一些一系列的所谓一些工作 当然他们希望从西蒙作证的时候 能够取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么我们从308的时候 我们看到明年的成立 那么告诉了马来西亚的选民 一定要改朝万代 那么通过了这个方案 结果导致了因为政纲的不同 只使到明年的分裂 这些使到社会产生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这个结合并不能够带来了 一个比较永久性的 给马来西亚人民一个很好的做法 第二 接下来在505以后 他们也同样进行的时候 最终整个明年整个反队长阵线 无解而终 虽然现在又成立了一个叫做西蒙 但是在西蒙的过程中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啊 当然这些整个组织过程中 虽然怎么样去解析 也怎么样去分析 但是最终看到啊 这个还是很多乱象 这乱象并不会导致了人民 对一个信心的一个支持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的运动的时候 一定讲好的 一定讲自己的这个成功 这怎么样去好发怎么好发 但是毕竟 我们从一些事实看来讲 虽然刚才讲 槟城或者是水南公州 是由反对长执政 是个制度化的对交易的问题的做法 但是事实上是吗 所谓制度化怎么样 水南公州一百亿时间的滑小 事实每一年都有得到 那些申请的为什么拿不到 嗯 那些申请滑小拿不到 你是说滑小的拨款 对 拿不到吗 拿不到 那么 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里面啊 并不是说 根据那个学校的人数 或者人数能给钱 不是 喜帆去订那个学校 给多少 那个我不给你 因为它的政治倾向 对了 那什么进行什么进行 学校教育问题嘛 也就是说 这个政打算 你讲到 一个很好的政策嘛 政策是这样下去嘛 为什么不行 那么这一点就很强 但同样的 我们也看到 这个许多政府要改制 这个土地权力啊 是在州政府 哦 可以 假如我们现在 小龙州执政了 我们说 喂 给华晓效地 公开的宣布 八个八端 他说宣布八端了 我们也准备要给华晓了 给华晓到现在哦 看不到 只是讲哦 这事实上没有存在哦 因为他八端啊 提出来公开讲 有八端 他说你准备 要有 要把这个 线包裂成为一个 划小的校地 最终没有啊 这些我可以 这些我可以补充 但是我们这个是从报道 我们一直到现在目前 就讲不到那八端是在哪里哦 这叫制度化的问题 就是一个 一直一个 一个形象式罢了 对我想这个东西啊 雪州选民可以继续的 追问雪州政府 当然 肯定的 在夏季大选里面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对对对 我要不要提出来 所谓制度化的 这个要继续追问 为什么发生一些 学校被 边缘化 完全没有来不到 哦 哦 那个申请哦 但是我要提出哦 那么这个问题 成为一个很大的 一个争论性的问题 很快的 这个问题 将会很快的出现了 在雪兰欧洲这方面 OK 我再补充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 WB的说法 他可能了解学校情况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呢 我有不同的看法 也必须要向 这个观众朋友们 解释清楚的就是 第一 制度化的拨款制 必须要让大家交代的就是 教育在根据联邦宪法 是中央政府的权利 州政府呢 并没有权利 而且资源方面 非常清楚 州政府一年的税收 跟中央政府 是有天焉之别 中央政府一年收 两千多亿 所有的教育权利 都在这个 教育部的权限 我想要追问的就是 教育部大应划小五千万 到今天 清明节过了 中秋节要来了 今年的五千万在哪里 一分钱都没有 2015年 大应五千万 拿去寄兰丹救水灾 2016年 拖到今天 还欠三千六百五十万 只给了一千六百万 请问那些钱是到哪里去的 今年的呢 今年的五千万去哪里 到今天 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雪州的所谓的制度化拨款 因为资源有限 他每一年只能够拨所谓的几百万 那么根据学校的需求来申请 那么 州政府当然 他没有资格本来就是他的权利 他能够根据他的能力 范围之内 就给予有需要的滑小协助 第三 所谓刚才那个学校的校地 根据我跟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汉华的了解 欧阳汉华曾经到一间滑小 宣布给移交宪报 Gazette滑小 但是 校长 副校长被禁止出席领取这个 Gazette 这个宪报 新州之报都大肆报导 所以如果说 雪州政府没有协助滑小 我觉得这个有欠公平 而且具误导性 我们必须要澄清 不重要的 我必须要澄清一点 那个 在Gazette滑小协助 不是原本的消递 而是 假如是要给消递的话 应该是直接给抬车 给那个董事部 现在是宪报公布 所谓宪报什么 我相信YP是个律师 所以 所谓宪报 宪报可以消除了 而且宪报在规定 这个学校的 是直接在周政 周秘书署名字下 但是 他可以同意给那个董事部 去进行教育的工作 罢了 但是这些问题 不稳定 因为你没有实际的地位 先报给公布 也可以取消 我想 关于这个雪州滑小待遇的课题 我们或许可能会 对 对 我会拿这些 一些全部的 这样很好 我们是以示认识 不是 空口讲白话 下一次节目的时候 我再走 某个题是一些学校 拿不到钱的 为什么 对 好 其实我们教育 如果政治化的话 这是一个悲剧 的确是 教育 所以我一路来强调 教育应该回归教育 因为这个是属于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没错 的确是绝对不行 把它变成政治化 胡博士 胡博士您还在 吓 吓了一跳 或是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要给你 因为您是局外人 您没有参加任何的政党 您怎么看我们的选民在来界大选 当他要选国阵和西盟的时候 您觉得什么东西会是主要影响并左右了选民的选择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 我们刚才都没都比较少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伊斯兰党 您觉得这个伊斯兰党 会在来界大选里面分散多少西盟的选票呢 我要把这个耳机拿下来 我想的 关于比如说选民在下一次大选里面 就说心里面考虑最多的这因素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跟比如说他们 我觉得啦 我个人觉得就是跟他们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 贫还是负的这种阶级很有关系 我以前认为是城市跟乡村选民有不同想法 后来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 应该是说贫跟负色选民之间有所不同 当一些选民们他们就说有一定的这种生活上的物质基础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就是说哪一个政党比较不贪污啊 比较连结啊 比较有效率啊 那么管我的这个社区管得比较好啊 那么事案也比较好啊 那个垃圾车天天有来搞垃圾啊等等 你可以就是说以这一些相对 起码对我来说比较高大上的这些因素 来说政党一比较好还是政党二比较好 那么假如你是比较穷的啊 很坦白说 不管你是在乡区也好 那么在城市也好啊 我这块我自己多年来忽略了城市的贫穷 就是这一点 那么你穷的话你没有得什么好考虑 都很好 谁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发展 谁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资源 而且你不只是要考虑说什么 他长期的资政他会给我带来更多的资源等等 我要的是现在啊 立刻给我资源啊 所以你看垃圾北也看到这一点啊 所以要拍这个叫什么 叫brim啊是不是 然后刚才你们也说会拍很多其他的 各种什么土著啊等等的各种东西 其实应该也不只土著的啊 你华人要什么呢 他也会拍一点 印度人要什么他也会拍一点 沙巴沙拉越的Kadazan 还有Daya还有Ibang那些什么呢 都会拍一点 很现实的啊 你必须拍这种东西的啊 因为这个人是没有什么钱啊 你看我们有时候去7-11排队买东西啊 你会看到你排在你前面的一些 应该是家境比较不行的同胞们啊 他们去reload他们的这个 那个所谓电话砍到多少钱啊 10块钱啊 10块钱啊 10块钱然后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快速电啊 可能要减他一块啊 就是说 10块钱给他 可能只有9块钱 那个reload的value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需要钱啊 所以就说不同的选民 可能有这方面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那么你说回教党会扮演一些 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啊 也许我不一定对 但是我想巫统的策略其实是这样咯 就是说巫统他最要 最紧要要抓住的这些选民 当然就是刚才 其实YB也有提到 第一是这个肯志明 第二是这个公务员啊 是不是 你要讨好他们 怎么样 讨好呢很现实的 第一是派遣咯 派遣以及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啊 等等啊 如果这一点还不行的话呢 那不要紧 你既然对钱看的不重要 对基础设施看不重要 那你说你很神圣 是不是很神圣 你去投给谁 又不用投给我了吗 没有政党会比哪一个政党最神圣啊 肯定是回教党嘛 那么回教党这么神圣 你不投票给他了 你不用投给我的 可是过后呢 假如乌统的席位不够呢 啊回教党的席位呢 那大家可以 combine 起来 可以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所以他几乎是一个 好像一个保险这样 就首先 资源方面 资源方面 还是赢不了你 那你是很神圣 那么神圣的 最后也是为我而作的 所以他有多重的这个保险 所以你要祭拜他 不是不可能极为困难 我觉得 对 好 谢谢你啊胡博士 对 就好像刚才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的 医屋回作 医屋合作啊 就有可能出现在 下一次的这个大选过后的局势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面车来的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回教党的因素 不过你刚才忘记介绍我们的胡亦山博士 他是大有来头的 他其实是首相曾经的政治秘书 那样子过去了 对 我们的我讲回回教党 我觉得回教党肯定的 现在以整个政治局势来看 很明显的 他们是巫统的一粒旗子 一粒旗子 很明显的 因物合作看起来是 巫衣合作以及暗度成仓 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 你看一个RUU355搞到整个 但是这个本身 我觉得是一个双面车 商人也商机 他可能你说造成反对党分裂 但是有时候塞翁司马胭脂非佛 回教党离开了在野党 现在我们反而丢掉了这个 神权政党的这个包袱 那么现在呢 反而头痛了 我觉得可能头更痛了 应该是马华明镇 如果巫统跟回教党抱在一起 那么想请问一下 马华明镇何去何从 那么我相信 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马华明镇会面对 我觉得他会面对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那对你要说吗 何去何从 因为我想想到这个 对福博士跟YB提出一关 伊斯兰党跟武统之间的看法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要看到 回教伊斯兰党和武统之间 已经六四年的锁底 政治锁底 从来没有放弃过了 一直就是政治锁底 对抗 而且这个伊斯兰党 就是在对付这个武统里面的细位 对对对 这一点 这一点历史有必须纠正一下 回教党曾经加入国阵 那个是一个短见 而且还成为国阵的内阁部长 这个是历史 所以不能够说他们六四年来 都没有合作过 这是不对的 但是不是这个问题 那么由于这个局面 那么肯定的 在武统的这方面 因为伊斯兰党 把这个武统的人 称呼 卡蒂尔 因为异教徒 他们一直在马来社会里面 一直宣传 武统是一个异教徒 所以他们对一个 伊斯兰党 一些回教徒来说 他们很感受到很大的因素 在武统里面面对的就是 假如今天 武统要跟回教党 在政治合作 并不容易 在我看来 同时 在回教党里面 也发生了两三派 也认为一派人 绝对不可以跟武统合作 那么这些 矛盾的情况 我认为 不是这样简单去处理 而且当然 在互相的 在政治运动过程中里面 跟各自所去的时候 可能会暂时的一个合作 但是我总觉得 在未来的大选里面 并不是想象 这么简单的 武统跟回教党之间 那种的一个程序 我假如今天 回教党能够领导权 和武统能够取得 如果真的在政治上的合作的话 我相信 伊斯兰党将会再度的分裂 这会使得 伊斯兰党在进一步的消沉 虽然 神龙党感到很高兴 他看到 看到回教党 跟武统之间 造成了 麻花跟民政党 这种压力 可是他另外看到 同样他 他把回教党 离进来的 陈信党出进来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的性质 同样的本质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 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 那么 法人社会 也正在看着这一点 我相信将来 在大选里面 将有不同的局面的产生 好,我们拭目以待 节目进行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要一个小时了 就好有一些问题 就没有办法再发问了 我想最后 要请三位嘉宾 针对我们收集的一个年轻人的政治情绪 可能做一个结尾 那就是 好多年轻人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局 郭振也不太好 西蒙也好像还没那么好 那不知道要从两个所谓的烂苹果里面 选哪一个 所以他们都决定说 我不要投票了 或者是我就投废票 我不要特地回去我的家乡了 这么远 回到去投票也不会改变什么的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最新的报导显示 380万名 合格的这个国民 还没有登记成为选民 对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年轻选民的情绪 和这种投票的倾向 YB 很危险 那么这边有方面有两点 那么第一个你说 这个这一次来届大选 是不是两个烂苹果 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说 国政执政60年 功过自然有历史来评断 那么西蒙还没有机会执政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论定西蒙是烂苹果 这点我觉得太过武端和主观 至少你给它表现两届 为什么两届 因为一般上第一届呢 是收拾烂摊子 全世界换政府都一样 因为如果政府不烂 也不可能换政府 然后第二届再来建设 对啊 如果政府做得好 你不可能就换了嘛 就是因为政府够烂了 所以呢 再换政府 第一届你必须要重新的 把烂摊子收拾完 第二届建设 十年过后我们评断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那么第二 投废票我觉得 这是一种自我矮花 自我放弃 自我放逐 非常不可取的悲观思想 作为有为 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必须要有 宋朝宰相文天祥那种看法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兴盛或者是伦亡 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 不管你是谁 什么种族 什么年龄 你都有责任 而出来投票 是作为一个大马子民 最基本的权利 你一定要出来投票 一票定江山 你投给谁 那是你心中的 你的民主权利 你可以左右大局 而你说你的那一票不重要吗 我非常不认同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 有222个国会 其中有44个国会 是属于边缘选区 换一句话说 输赢都在5%之内 这44个选区 无论在朝在野 只要在野党 能够赢取这44个选区 国政就会历史上成为 第一次成为反对党 所以你说 这个5% 如果投票成为一股潮流 我觉得这是背后有一股 有组织的运动 企图来闪动年轻人 自我放弃 那么我今天 以马来西亚子民的身份 语重心长地奉劝我们的兄弟姐妹 国家是我们的 国家好坏一定影响我们 甚至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放 要恳求大家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放弃自己的国家 你喜欢不喜欢 你都一定要去登记 要去投票 而且登记是非常简单 全国邮政区都24 每一天都开放 让你随时登记 登记5分钟 5年才投一次票 不是说你今天要投 就有票可以投 所以这380万的年轻人 我们真的很希望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巴萨玛拉玛在到处 成立这个选民登记柜台 但是 还有这么多人 380万人 380万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所以我在国会一直推动 选民自动登记计划 我们的沙漫都可以自己连线 为什么你选民 这个国民登记 不能够跟SPR连线 对不对 这个不是事在人为 不是不能乃不为也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但是自我放弃 这种就是一个 非常不健康的心态 对 外面你一方苦口婆心 真的真的 这个是很诚恳的 希望我们21岁以上的年轻人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放弃自己的国家 你爱投给谁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一定一定千万 一定要回家投票 对 所以太平的这个 国会议刑里面的这个 不只是太平 真的很谢谢大家 这个我们真的 要呼吁大家 因为这个是你的权利 为什么你去 摄影这个大马卡 为什么不是红登记 红登记 蓝登记 不同的最大的地方 就在于 蓝登记可以选政府 红登记不能投票 最大的分别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你手中的权利 如果你把它也放掉 将来你都不要怨天有人 不要自我埋怨 不要埋怨明天有价又起 不要埋怨 GST让你负担很沉重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找的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 是的 刚才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太平国会议席里面 如果你是在里面还没有登记 成为选民的话 对对对对 要赶快赶快的去登记 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 对你看这个YP这么优秀 而且我们还要三个月时间 必须要赶入时间 如果今年十月选举 你可能来不及 因为选举会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把你的名字 来列入这个最新的选民策 还要公布出来 看有没有人反对你 如果被反对了 你还要上去 是是是 投票救国马上行动 对的确是 好德德同样的问题也问你 投废票 两个阵营选一个 三百八十万人 还没有做选民 的确这个是 我曾经一直在我的沙登 在沙登选序里面 最近有一批年轻人 大家来交流 我问他们 他们说 这个问题就是 他们感到很犹豫的情况 那么最终啊 假如说没有 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被登记 你就失去了你的权利 那么这一点 他们在交流 但是他们也反映了一些问题 这个是将来 我们将会很快地出来 这些新闻 他们这20个人 基本 就是在20多岁 年轻人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 他这样多年来看 他们的父母 也跟他们讲 这次投了反对党 但是经过这样多一时间过来 看不到什么改变 西兰沃州之战 西兰沃州之战 同样的一些问题 保持这样 不单止 比过去 做到更多的问题产生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感受到的问题 那么当然 刚才YB讲的 这个政治的理论上 的确 对他 对他演讲的能力 我没有秘密质疑 但是在整个事实的过程中的时候 就有不同了 所以一些人 哎呀 我在沙灯经常喝茶 都是认识的 他们坦诚的 都是认识的 我看这次 还考虑 真的不要去 哎呀 不要投票 什么都是一样的了 都不要去你 不要投票的意思吗 的确这个是 这个情绪很危险 我不太同意 刚才YB讲的 是有股力量去推动 不容易有 我不认为 是这样容易束缚这些人 想要能够束缚这样的人 不要去投票的话 我相信 我就不要这样 我就要做不同的方式 哎 叫你投不同的情况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 这是处于对于心的看法 在感受到的感觉 所以这些问题 的确不是我们所 一些理论上 来作为一个准神 来去看到这些问题 好 这些选举里面 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但是最重要是最后 在选举的过程中 那个是确定性 380万名 还没有登记做选民的 合格大马人 他们也是因为 对政治的失望吗 也不一定 他可能麻烦 你知道 特别是华年社会 哎呦 就这样麻烦做什么 不要去 这其实真的是一种 不可取的这种心态 对 一种错误的想法 就是华年社会 华年社会里面的陋性 你预期在那边怨天尤人 埋怨的话 导不如自己行动来改变 一样事情 一个月的时间给他们 哎呀 没关系 这些也必须要改 这些都是华年社会的弊病 都是要想办法 马来西亚人最著名的 就是要last minute 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选民登记 作为一个权力 一定要做 一定 对不对 对 这是两位的共同点 两位的共同认同 因为选票是决定这个国家 对不对 改国运你决定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可能有一天会像澳洲一样看起 必须进行强制投票 你不去投票要坐牢 或者是 但是我觉得 这样就有失去了那个 民主的这个意义 我觉得人民应该要自动自发 我时常 如果你跟 有在晚上看我的演讲 我时常有一句话 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没错 的确是 因为政府来自人民 对啊 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 你说政府烂 其实你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那么你要怪谁 这同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终极 我觉得说一点 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可以 可以 我觉得从大局来看 从 但是习惯的问题 自动 让这合格的选民 自动登记成为 选民 这个是绝对是可以 这个才是 对对对 可能在这一方面 我可以 我可以借用这个 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 他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 不要问美国 能够为你做什么 你要问看你自己 有为美国做什么 用在马来西亚 这一点呢 我觉得说我们每一个 马来西亚人 我们要问问 你埋怨马来西亚政府不好 那么你要问 你不要问 马来西亚为你做了什么 请问你又为马来西亚 做出什么贡献 今日京剧 非常好 胡博士 回到您这一边 请你做这个结论 就是 针对刚才我 让这两位嘉宾 所谈到的课题 就是 包括这个 投废票的情绪 还有 从两个阵营里面 很难做选择 以及三百八十万名 合格的国民 没有登记做选民 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说 要什么 要为美国做什么 不是美国为你做什么 那个先决条件是你在美国 你只要是美国公民 你就可以去投票 不用去登记的 是不是 我还要登记 我国会有登记 要登记才能够做选民 这么可爱的一个 这个做法呢 当然有历史奄言 应该是当年 因为有共产党的这个 叛乱嘛 他一些人 他根本是共产党 也跑去投票 所以必到每个人 要去登记才可以做选民 那么现在这种手法呢 我觉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 我也希望 像YB那边呢 假如你的有处要出这个政纲嘛 你可以把这一条也放进去 就是说 假如你政府的话 你会废除这个登记选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违反民主的一个做法 不过既然现在有这个做法 你没有办法的 你又没有办法推翻这个政府 你怎么样 你只好去登记了 这很现实的 是很麻烦 我记得我当初 我也不想登记 刚从美国回来 我也不想登记 我没记错的话 是YB的同僚 是YB Tony Poir 是YB Tony Poir 是YB Tony Poir 帮我登记 就是说他助手帮我登记 所以否则我也不会登记做 做选民嘛 所以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年轻人会感到 就说非常的不满啊等等 那么 但是你也要记得 我认为 不投票的确也是你的民主权利 这个是 也是国际公认的 就是说 不投票也是一种民权 但是 这个民权呢 当然有它的责任 这样刚才两位都说得很清楚了 你不投票的话 那么以后呢 国家变成怎么样 好还是坏呢 就不要买 某种 度上也就不关你的事了 是 假如坏的话 你没有得好控诉 所以大家 即便那个是你的民权 我觉得大家 香港这两位都有呼吁那样 也是应该去登记的 那么至于说 至于说选什么啊 我们要知道啊 选举啊 不是一场 选甘地大赛 印度的圣雄甘地 也不是选 曼德拉大赛 这南非的这个 应该说是新一代的国富 也不是选圣女真的 或者是什么 德兰修女的竞赛 选举只是说 你有几个选择 你选出其中一个团队 来做你的新一任的这个政府 给它五年 看它怎么样 下一届不同意 你再把它 就是说再把它 推翻啊等等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选一个完人 或者是一个完美的团队 来当政府 世界上哪里有完人的 哎 为什么搞政治 很多人搞政治为了利益嘛 这个很现实的嘛 可是 有人为了利益是这么高 也有人为了利益是可能低一点 所以 英文所说的 你选的应该是所谓的 Lessers of Evils 就是说 两边你都把它当成恶魔嘛 以前我忘了 还是Patrick Henry 既然说到美国 还是Patrick Henry 其中一开国言讯 还是这个 美国第三总统 Jefferson 所说的 他说过 就是说 政府呢 只是一个必要的恶魔 对对对 如果照这样来看 你有两个EVO 比较大的EVO 比较小的EVO 你就选比较小的EVO 那么在 在下一次的选举 小EVO 可能成长了一点 不要紧再选一个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 其实 我们要知道 这种政治 并不是在选完人比赛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 只选出一个相对 没有那么坏的一个团队 来自领的国家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一条清楚的记在脑海里面 不是干地大赛 福摩斯 您的比喻 非常的有趣 的确是 我之前 我也是曾经在我专台里面选过 我们到底是选领袖 还是选圣人 所以大选并不是选圣人 当然我们也看着 我们觉得说 希望选一个比较好 对国家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外面林柯平 他样子也不像恶魔了 谢谢 好 那么我们今晚的这个 百科大家讲 就非常感谢 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的 这个意见 问题的 但是因为时间上的限制 我们只能够问了一题 所以这位观众 总算是今晚的幸运者了 哈哈哈哈 是 我们好 我们在这边 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 这 我们在我们 跟我们在沙巴连线的 胡逸三博士 那么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这个外宾尼克明 他现在还要赶上去国会呢 因为国会正在激烈的辩论着 这个 2017年这个法律改革 婚 婚姻离婚 对 婚姻离婚的 这个修正法案 这个法案非常的 对这个以后的 这个小孩子的宗教信仰 都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 所以外宾你要加油了 好 那么我们这边呢 也感谢到叶炳汉您 刚才分享了好多 关于沙登选民的一些看法 等等的 那么关于这个 雪中华小的课题 可能以后我们开 另外一个话题的时候 再请您上来分享 你就带齐资料来吧 好 再一次感谢三位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个 再次感谢三位 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呢 就要改个段落了 好 我是俊杰 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俊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还有白给大家讲 晚安再会 大家晚安 好